成千上万的毛豆在输送带上跳跃 这一颗颗的冷冻毛豆匣积少成多 在去年就创造出外销量3万公顿 18亿台币的营收 创下10年来的新纪录 小小毛豆立大功 要带您一起来了解 创造绿津奇迹的农业专区 采收后的毛豆全部都会送到冷冻厂来集中加工配送处理 从种植到出口一条边的流程 透过严密的品质控制 接着再强力行销 努力把最优质的毛豆外销出口 看着毛豆田毛豆匣一串串挂着 早期要采收不仅麻烦 个别的毛豆农各种各的 也无法种出品质及产量都能稳定供应 甚至大量外销的作物 不过现在有了农业专区 不仅可以稳定作物品质 更可以运用大型机械采收 让台湾每年可以采收近5万公吨的毛豆 其中3万公吨要出口 藉由统一流程 每年种出200多公顷的毛豆 不再是小农单打独斗 目前高平地区10个主要生产毛豆的乡镇 创下18亿元营收的佳鸡 更是得到了日本进口毛豆市占率的第一名 如果面积大的话管理成本会降低 那因为我们现在台湾就是从事农业人口很少 所以大多数都是如果要像这样子大规模的话 就是依机械化经营是最有效率的 在外销加工的过程上 致胜关键在于毛豆业者可以在4个小时之内 完成零下20度C冷冻保鲜一边运输 从品种研发使用大型机械采收 再到加工过程 集结众人的智慧 在农业专区里达成这样的任务 然而大规模的种植更需要加强病虫害的防治 健康的作物及产品更是农业专区的核心价值 我们在这个病虫害的防治方面 还有栽培管理方面 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辅导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一些非农药的 不是用农药来防治这些病虫害 那如果一定要用农药的话 我们就会辅导他们来用 就是外销日本的话 就是日本可以许可使用的这些农药 着力最深的就是教导农民能够正确的安全的来防治这些病虫害 另一个崛起的滤金还有凤梨 刀子一切就看见黄色的果实 浓密的口感相当好吃 也很受到日本人的血爱 一箱一箱进行包装并且送上了货柜 这些凤梨不论是要进行外销或者是供货给大卖场 供货的稳定度以及品质成为重要的课题 而经过了农业专区集中管理种植更可以得到客户的信赖 定值生产这个通路能够持续 能够持续 就是说我们持续三个月五个月的消货时间 当然我们就有那个能力 有那个能力到有那个优势 到这个大卖场能够供货 他们也比较能够信赖我们 集结众人的力量配合政府的辅导 进行机械化的耕种采收 提升了农业专区的价值 提供品质保证以及供货稳定 而这些小毛豆个头虽小 在农业专区里集中在一起 就能够发挥令人赞叹的滤金奇迹